學生一生厭一走在正確的路上 開放自己的心胸是學習 以學習為生活的常態 以喜愛真理 以美善的內心的自愛 才不會落入世界上 常常令人心懷惡意的波浪 以試探中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我是張文亮老師 我底下要分享的是 科學家裡面的數學大師 柯熙的故事 我們都聽過柯熙不等事 我想柯熙這個人的生平 有一種科學的武士 叫做苦瓜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人學數學學得很痛苦 為什麼要學數學 有人就是為了考試 那麼只要我不喜歡考試 就不喜歡數學囉 那為什麼學數學 有人說為了計算 那麼其實加減成數不就夠了嗎 幹嘛還要學那麼多數學呢 為什麼要學數學呢 是為了賺錢 但其實也沒有看過哪個數學家賺過很多錢 那為什麼要學數學呢 那為什麼要學數學呢 為了讀書可以專心 其實我們看漫畫書的時候也很專心 那為什麼要學數學呢 為了培養聰明 那培養聰明一定要數學嗎 別的東西就不行嗎 為什麼要學數學呢 可以認識人類最精緻的思考的捷徑 唉 這種講法還不是一堆自言其說的東西 苦啊 真是苦啊 學數學真是苦啊 唉 是誰讓葉子的葉脈 是一組組的平行線呢 是誰用美麗的螺旋線去裝飾海螺的殼呢 是誰在天空畫上彩虹的拋物線呢 是誰在星際可以讓星球按著幾何的圖形去轉動呢 這個靜靜的宇宙 好像是一間已經設計好的數學教室 一直在我們周圍展覽著 唉 潮水的來氣好像是規則起伏的三角函數 唉 蟋蟀在夜間的歌唱 好像是跟溫度的起伏是有關係的 唉 樹木的年輪好像是同心眼耶 唉 人的鼻子都好像是個三角形 唉 上帝是不是一個科學家 是不是一個數學家 用數學衡量過每一個創造物 因此數學可以精切地描述大自然 可以重新起出上帝隱形在大自然界的一把尺 因此在複雜的數學體裡面 總是有解 唉呀 奇妙呀 數學多麼的奇妙 數學是多麼的有趣 我們怎麼可以不念數學呢 哈哈哈 這是什麼炸彈 竟然會在空中放出五顏六色的光彩 在中人的細孝身中 貝特萊教授鐵青著臉 貝特萊是一個多才多藝的科學家 他用綠做漂白劑 是他首先提出來的 他也是歷史上第一個發現 鞍彈回料的合神話 有一天他把綠化甲放在炸彈中 以取代傳統的消粉 希望可以使得這個炸彈可以更安全 沒想到放出一顆五顏六色的沖天炮 這就是沖天炮的由來 貝特萊覺得他的任務是失敗的 因此他就搬到華里士郊的 阿曲愛樂陣隱居 貝特萊有一個美麗的花園 他經常坐在花園的綠蔭處看書 不久他發現有一個小男孩 在花園外探討看著他 貝特萊教授就請他進來 問他說孩子啊 你有什麼需要我幫忙的 小男孩說先生 我是不是可以借你的書來看 貝特萊很好奇的問到說 那你要看什麼書呢 這個小男孩說 我什麼書都可以 因為我的家裡的書都被我看完了 哇那你很會看書喔 貝特萊教授就問他說 那你叫什麼名字 這個孩子說 我的名字叫做柯西 賢基在家的貝特萊教授 他認為他有用不完的時間 他正想找些事情來延伸自己的知識 能夠好好的使用 結果因為他認識這個小男孩 他就為這個七歲的小男孩 寫了一套科學的材料 貝特萊把科學揉合著 中古世紀的修道的神學 也無意中帶這個孩子 走上信仰的路 之前從來沒有這種科學的讀問 多年之後 柯西回憶到 在別人看來都是沒有意義的題目 由天堂唱詩班裡 有許多的天使去推算 站在一塊天花板上的天使到底有幾個 進而推敲 腳尖站在針尖上的天使有幾個 貝特萊教授 用這個方法來教我無窮極數的收斂 柯西這個名字 後來在數學史上是響叮噹的名字 幾乎比一個念過數學的學生 都知道柯西不等事 或是判斷無窮極數收斂或花散的 柯西檢驗房 柯西在年輕的時候 已經在數學界展露頭角 他在12歲時遇到數學大師 拉格朗吉 拉格朗吉稱他是將來要取代我的人 但是拉格朗吉對柯西的父親說 請你不要讓你的孩子太早接觸數學課本 不要讓他太早推到數學公式 直到他能夠接受完整的文學教育 這是一個非常奇特的建議 一般對於某一個學科的天才 都會鼓勵他往這個方向去 例如像說去讀自由班 或是去讀更高深的 或者是將來大學去念這個科系 但是拉格朗吉的理由是 數學天才會將所讀的任何的內容 自動轉換成為數字跟圖表 他一早就擁有這種轉換的能力 會使他深深的陷入狹窄的領域 而忽略了自己還有其他弱點 柯西的父親完全照拉格朗吉的 建議去做 兩年之後 柯西以拉丁詩文的寫作獲得整個畫國的收獎 柯西同時收集貝殼而愛上貝殼鞋 跟軟體動物鞋 柯西的一生都是貝殼的收藏家 柯西後來寫道 柯西與文學是互相是姐妹的關係 不可能對一位有興趣而討厭另外一位 1803年柯西13歲 他獲得了畫國終結數學競賽的首獎 隔年他又獲得古典文學比賽的全國第一名 16歲的時候他連跳四級 以連考的第二名 進入了當時競爭最激烈的巴黎工藝技術協宴 他連的戲是土木工程協系 他在戲上需要修公路以橋樑的建造協 需要修採礦工程學 土地測量學 地形學 海港航道學等 這所協校是華國陸軍的工兵協校 柯西地屬於第一軍團第四新兵營 這所工兵協校有一個特殊的規定 在寫期間要讀非課程使用的經典書籍 並且由年輕的講師負責指導閱讀 讀完且獲得通過以後才能夠畢業 知道柯西的老師就是丁丁有名的安培 柯西到了大學之後 他才又接觸到數學 他寫道 數學讓我學到真正的問題是抽象的 而不是眼睛所能看得到的 十九歲的時候 柯西曾經有一陣子 因為無法適應軍事生活的壓力 以過度擁工而遭受到同學的排擠 休學了兩個月 後來他又回到學校 護學 柯西在二十一歲的時候 就取得博士的學位 並且立刻榮獲最高當即的器重 擔任拿破崙陸軍軍團工程隊的督導 柯西寫道 成為土木工程師是國家建設的好工譜 能夠讓人接近大自然 能夠在各樣惡劣的氣候下可以工作 並且可以給人積極無謂的行動力 並將自己所學的落實在實際問題的解決 畢業之後 柯西參加華國海津在社保港的建造工作 工作之一他寫道 海 在平靜時安穩有如一幅畫 在起浪的時候 讓撞擊岩石所激起的浪花 迅速呼喚 激起更猛烈的衝擊 無論來回的潮水有多快 都無法將岸邊的岩塊吸回大海 無論浪的起伏有多少回 沒了 只留下海面上長長的一道泡沫 柯西是一個詩人 工作的期間 他有一位同事組成一個讀書會 分享閱讀以自己的心得 讀書會的指導老師 就是非常著名的數學家 Laplace 柯西在習生時代 他就有個外號叫做苦瓜 因為他平常像一顆苦瓜一樣 靜靜的不說謊 如果說了什麼也很簡短 令人摸不著頭緒 跟這種溝通 是很痛苦的 柯西在身邊沒有什麼朋友 只有一堆基督他聰明的人 當時華國正在流行社會哲學 柯西工作至於常看的書 卻是Lagrange的書寫書 以靈修書籍效法基督 這是他贏得另外一個外號 叫做腦筋噼哩啪啪叫的人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他有神經病 柯西的母親聽到他的兒子可能有神經病 就寫信問他 到底你怎麼一回事啊 柯西回答道 如果基督徒會變成精神病人 那轟人宴早就被哲學家給充滿了 親愛的母親 你的孩子像是原野上的風車 數學和信仰就是他雙翼一樣 當風吹來的時候 風車就會平衡的旋轉 產生幫助別人的動力 1816年 柯西回到巴黎 擔任母校的數學教授 柯西自己寫道 我像是找到自己河道的龜宜 一樣的興奮 不久柯西結婚了 幸福的婚姻生活 有助於他跟別人溝通的能力 不久柯西的工作表現 開始逐漸的顯出 他對數學的擅長 巴黎工業技術協宴裡 併任他擔任數學的教師 他認為大學的工作是獨立 以自由的象徵 柯西寫道 成為大學老師是擁有 選擇開授科目以研究題目的自由 數學大師伯努利曾說過 只有數學能夠探討無窮 而無窮正是上帝的屬性之一 物理化學生物都是在有限之內的邪科 而無窮才能夠代表永遠撤不透的極限 無窮的觀念會令哲學家瘋狂 讓神學家嘆息 讓使多人深感害怕 卻是基督徒所喜歡的 柯西把無窮應用來理定更精切的數學含義 他把數學的微婚看成是無窮小時的變化 把積婚當成無窮多個無窮小的核 柯西用無窮去重新定義微積婚 到現在 全世界的每一本的微積婚的課本的開宗名義 就是會這樣寫的 是從無窮 激起 1821年 柯西的民生演播 甚至演自柏林馬德里聖彼得堡的學生 都來到他的教室上課 他有發表非常有名的特徵子的理論 同時他寫道 在純數學的領域裡面 似乎沒有實際的物理現象來印證 也沒有自然界的事物可以說明 但那是數學家遙遙望見的應習之地 理論的數學家不是一個發現者 而是這個應習之地的報導者 1824年 柯西轉到巴黎大學 他教授數學物理 他看得出來數學物理將成為重要的學科 精切的物理科學需要有數學的名證 否則不容易客觀 但是柯西也知道這個學門的有限 柯西寫道 有許多的問題 其實不是我們的數學所能夠證明的 1830年 華國發生企業革命 控制華國200多年的波旁王朝倒台 軍王查理十四逃到他國 八夜華國陷入全國性的動亂 議會軍隊以保皇的軍隊四處的開打 戰爭結束之後 新任政府要求大學教授要先試效忠政府 柯西認為大學教育應該是獨立於政治之外 大學才能夠獨立思考的所在 他拒絕先試 他離開華國 以後14年 柯西在歐洲許多大學上課 而且先養政治 不應該凌駕在大學教育之上 他放棄工作於祖國 帶著妻子到瑞士、意大利去旅行、教書 各地的大學都非常地歡迎柯西 但是他寫道 對於數學的興奮 以身體無法長期的互合 啊 我實在很累 在這個期間 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轉折 就是這時逃到奧地利的查理十四 希望柯西擔任他的孫子肯普爾的公姐的教士 肯普爾是華國 波旁王朝最後的一個法定繼承人 柯西以肯普爾見面之後 發現對方是一個完全被寵壞的孩子 對於數學完全沒有興趣 但是柯西認為自己是數學高手 他接受委託 不久柯西的自私就受到挑戰 柯西在上數學課的時候 肯普爾就面絡不耐 有幾次柯西一轉身 肯普爾就跑出去玩 柯西大聲叫他回來 皇后就出來干涉 柯西老師 你怎麼可以對未來的皇帝這樣說話呢 你可以說教 但是不能夠說太大聲 這樣別人會聽到的 那柯西叫的聲音如果太小 肯普爾就故意聽不到 就跑到更遠的地方去 肯普爾經常來拜訪的客人面前 對柯西惡作祭 甚至忍嘲熱諷 如果平良老師的教學 完全要靠學生給的意見跟平良 那柯西一定不合格 對這一切 柯西全部忍下來 他知道教育的重點 柯西寫道 孩子在教育的過程中 如果無法學習尊重錢秉 他長大之後 他將無法執行錢秉 柯西又寫道 忽有家庭教育孩子的關鍵 不再教授科學知識 而是先從禮儀教起 而且要讓孩子認識 社會低層百姓的痛苦跟掙扎 更正是軍王教義的責任 後來 柯西改變教法 他先講一段故事 抓住王子的興趣 他才切入主題 有時他分享在建造海港的時候 他在工人之間所聽到的傳聞意思 那王子就迫不期待的想聽下去 這時候柯西才引入數學 他還為肯波爾寫了一本幾何代數學 幾乎都是用文學的方式來寫的 這本書後來 反而稱為非常暢銷的科普書 柯西在歐洲的聲望越來越大 華國政府最後只好恢復他的教職 回國之後 柯西擔任華國科學學會 天文數學學門的主席 並且參與教育部的科學教育委員會 他大力的修改教材與課程 柯西提出來 當我看到統治階層 視百姓為玩物 聰明的人 輕看貧窮的人 我就認為過去的教育有偏差 真正的教育必須是好的教育 否則教育的產物 將輪成社會不平的導火線 以犯罪者的工具 要讓教育走向好的方向 是教導人樂助自己貪得無厭的心 提醒人 教育的目的是在使人行善 他以一些好友組成 一個叫做大學教師教學聯盟 每星期二晚上 向有心的學生 分享最新的科學發展 柯西主持數學的部分 討論以前他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會請人講述一段故事 或者是先朗誦幾首詩 再進入主題 1835年柯西寫道 科學教育的背後是要倫理的支持 倫理的產生是研製於對上帝的敬畏 學生才能夠有蒙虎的一生 就像是生長在溪水邊的果樹 從水中可以得到滋忍 1842年 他還在學校開設聖經西伯來文 因著堅持教學研究的獨立性 他有幾次讓已經可以取得更高潛力的機會 自他的指縫間流逝 他因著堅持1848年華國通過大學教授的學術自由 是以個人的良心為底線 並且不在政治的限制之下 從那一年 世界各大學紛紛的跟進這個制度 這就是大學成為學術自由的根源 柯西熱愛教育 他寫道 學生一身厭抑走在正確的路上 開放自己的心胸是學習 以學習為生活的常態 以喜愛真理 以美善的內心的自愛 才不會落入世界上 常常令人心懷惡意的波浪 以試探中 年輕的日子才能夠光輝照耀 而這一切必須有人成為他們的典喚 盡量的以年輕的學子 分享他們學習的努力 以過程 以良善和關愛來鼓勵學生 柯西的一生幫助了許多的許多的學生 後來他們成為著名的學者 柯西的學生有名的 例如提出投影幾何鞋的彭斯歐 提出多次方程式 唯婚姐的艾爾米特 提出線性唯婚方程的布里歐 提出唯婚幾何鞋的柏雷爾 這些學者都如同柯西 除了在大學任職之外 也大力的投入高中與大眾教育 使得華國在19世紀 雖然經歷了許多的戰爭 但是華國一直是世界上的 數學中心 有一首短詩是1857年的一個華國的學生 寫來感謝他的老師柯西 這個學生 這樣寫道 柯西教書的方法獨創一個 總是有最基本的法則 精切的仔細的切入總點 但是三個講得更好 只要柯西的手上拿支混鼻 他的攻勢在黑板上 寫來就更自然 每一次柯西進入教室 他的精神抖擞 柯西一站在講台 就環視每一個同學 柯西的眼神炯炯明亮 每一位學生似乎都感染到 有趣的事情將要發生 柯西開始講解的時候 學生就知道他們的期待是正確的 柯西經常越交越快樂 因為他說上課前他不太懂的 在交的時候他就明白了 在他的課堂上 擁擠著世界各地 慕名而來的學生 傾聽他在數學領域最新的發現 柯西講課的內容是非常的艱深 節奏很快 他經常由一種數學節 瞬間跳到另一種數學節 迅速的把大部分的學生拋在後頭 許多學生要努力的追趕 才能夠勉強的跟上 但是這個老師還是深深的受到 學生的愛戴 晚年的柯西就投入了平民的教育 柯西經常到孤兒院去探訪 他教孤兒院的院筒怎麼寫字 還有怎麼去學習基礎的數學 柯西寫到幫助窮苦家庭的孩子 受到好好的教育 是給他們對於未來的盼望 柯西甚至想籌設自己的孤兒學校 很可惜他在1857年他就病逝了 柯西沒有機會實踐他最後的夢想 柯西在安息之前 他說到 人會過去 驗他工作的果效 可以永遠長存 如今柯西的數學公式 是留在普世的數學課本上 他本身就是專業 熱情與優秀 溝通者的活化 親愛的主耶穌 我學過柯西不等式 我也學過柯西的收斂式 我在學校裡面 有時候在分享的時候 我深深的覺得柯西的可愛 他既然擔任孤兒宴的老師 他也曾經擔任過一個 驕傲王子的家庭老師 更重要的 他不是數學之外 他堅持大學的教育 必須獨立在政治之上 他的理想深深的影響以後的 一百年大學的確是 與政治是分開 並且是獨立在政治之上 所以說我感謝你 他這個信仰是來自於 他對上帝的信仰 以至於一個人的良知 一個人的判斷 一個人倫理的堅持 一個人對永遠成效的認定 是來自於信仰 而不是來自於政治 或社會的認定 有一天政治 社會的認定都會過去 有一天世界的掌聲 也會停止 但是也許我們的一生 不是很渴慕 甚至不是很期待 外面給我們的掌聲 而是上帝給我們的掌聲 就像是他在晚年的時候 所說的 人會過去 厌他工作的功效 是永遠長存的 所以耶穌我感謝你 這位美好的數學家 其實他一生帶領了 許多的同事 成為基督徒 例如像艾爾米特 就是他所帶領的信主 我感謝你 他的課本 成為我們今天 所學習的課本裡面 很重要的內容 但是我更祈求 那個上帝在他心中的那個重量 也成為我們今天 學習數學者心中的重量 我仰望主 我祷告祈求 是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